小方要不要补充 基隆頭的謝國良 你知道他很猛耶 他這個反罷免的宣傳 已經做到內湖了 是啊 對 我看到內湖 有個很大的砍棒 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非常支持林沛祥 政治人物這麼誠實的 也是史上難見 我心裡面就想 哎呀 國良啊 你大概已經GG了 那現在你GG了以後 我就趕快先出來 我先踩到 就是進入市場 我一旦進入了市場以後 我就先站好位置 所以這是為什麼 他會來台北 來發面子的原因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然後他被抓包了以後 他還罵張之豪 你看 你們這些 民進黨的人壞死了 這些異作壞死了 你們口口聲聲 就是要罷免 就是要想到補選 補選 補選 不對啊 第一個 張之豪 並沒有講到 要補選的事情 也沒有提到 要罷免的事情 所有補選也好 罷免也好 都是你林沛祥 從嘴巴裡面所講出來的 所以我可以在此的 再次的肯定林沛祥 他是個誠實的孩子 那我們正在農曆的7月份 那我想所有的好兄弟們 也一定會很肯定 那也會都跟隨林沛祥 這樣子的一個誠實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想要參加 這個基隆市長的補選 就因為他認定 謝國良已經GG了 那我們就讓他得償心願吧 我覺得謝國良 你就好好面對自己的施政 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你不要一天到晚 那個公車 基隆的公車 每天都可以 就是變日拋型 對 對 有一個網路上的圖 就是有一種 隱眼日拋 隱眼隱眼鏡 隱眼日拋 但基隆呢 我們公車是日拋的 對 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 基隆公車怎麼 這邊又拋毛 那邊又拋毛 而且他拋毛 連車門都可以壞掉 沒有門耶 門都沒有 這個也實在是太誇張了 然後呢 做了什麼好事呢 謝國良恐怕也講不太出來 講不出來怎麼辦 他就掠奪別人的政績 譬如說那個公車月票啊 通勤族啊 一千兩百塊 什麼都可以做啊 做好 做保 做滿那個 他就哇 把那個搶來說是他的功勞 拜託 你還好嗎 你是燒有多嚴重 那不是你的政績 那個是中央的政策 OK